过去几十年来 美国海军舰船和飞机 一直在南中国海巡航穿越 为这条重要的国际商贸航道 提供安全保障 然而中国过去几年来 在那里大举填海造地 并实施军事化 对这一海域的和平与安全 投下阴影 为了捍卫它所称的 领海领土主权 中国惯用海警船作为先驱力量 驱赶周边其他国家的船只 并派出海军舰船作为后盾 美国海岸警卫队 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 今年2月在海军西部会议上说 美军战区指挥官们 希望美国也向南中国海地区 派遣海警队舰船 协助海军维护那里的国际秩序 但海警队目前无能为力 我们不得不拒绝 其他战区指挥官们提出的要求 他们很希望海岸警卫队 参与应对各项事务 包括地中海的移民问题 南中国海问题和海盗问题 海岸警卫队能在这些领域 增添独特的价值 曾经担任海警队太平洋部队司令的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 保罗·楚孔夫特上将 对美国之音说 以海警队舰船打头阵 有时可能比派出正规海军 进入南中国海更有效 老实说海警队舰船 没有神盾级巡洋舰那么吓人 你不要误会 那些海警船首先是战舰 而不是和平队船只 但是我们比武装部队其他军种 更能进入窄小的外交门槛 楚孔夫特上将说 美国海岸警卫队 至少需要部署三艘巡逻船 才能展开在南中国海的巡航使命 但他目前派不出这样的资源 退休美国海军上将 斯塔·弗里迪斯对美国之音说 在目前的条件下 美国海警队能做的是 帮助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海警队 提高自身的海上应变能力 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 他们正面临中国 渔政船 海警船 和其他小型政府船只的 很大挑战 我认为这些国家的有关人员 接受我们海警队的培训 是很重要的 美国海岸警卫队长期经费不足 远海巡航舰普遍老旧 但是国会正在大幅度增加拨款 用以翻修陈旧装备 并建造更多的巡逻船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